刚开始我做的是一天卖5块 卖10块 卖20块 后来一天也能卖到1000多块 八九百块 两千来块就是那样子 慢慢地把它做起来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做的那个麻辣烫 麻辣烫因为我 我到东北的时候 我搞了一年的麻辣烫店 我有配方 我出钱买了配方搞了一年 在那边很火 后来我就看到节目在 没有人卖麻辣烫 当时我也在想 这节目在天气这么热 卖麻辣烫可以吗 是不是也是有一个疑问 后来我就开起来了 麻辣烫生意还挺好的 因为我的经营模式 没给我搞好 因为他们这边的工人 比较难上 然后当时我就给他搞串串 多少钱一串 1500好像是1000一串吧 哇 生意很好 但是一天 你要是卖个一两百块钱 就忙得要死 两三百块钱就忙得要死 把工人都穿一个就跑一个 穿一个就跑一个 后来我麻辣烫 我就改成模式 我就给他转变经形方式 就把它搞成那个 按碗去卖 按碗 按碗去卖 然后我就开始做那个烧烤 我就突然发现 2016年 我是下半年开的 2017年 我就觉得 好像晚上出来的人 还是比较多 我这边刚开始没有烧烤店 我就立马就把它卷成那个烧烤店 2017年 2018年的时候 一下中国人就特别多 生意就挺好了 我就是那样子的 慢慢地就在节目在这里 就把那个店做起来了 刚开始我做的是一天卖五块 卖十块 卖二十块 后来一天也能卖到一千多块 八九百块 两千来块 就是那样子 慢慢地把它做起来 以前我儿子读书很厉害的 后来起就是一样子 降到四百多分 他说妈妈 我这边营养跟不上 你要不回来照顾我 他说 我就想着孩子的前途 还是比较重要的 又疫情又来了 所以就2000年的时候 是年底的时候 我就回国去照顾我儿子 我这边的店我就全部收藏了 就一分钱不值 那个时候我在这边开店的时候 也挺不容易的 说真的 结果在这边什么东西都很贵 那个时候我在这边开店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是新的 空调啊 冰箱啊 桌子啊 装修什么的都是新的 我搞下来也搞了 二三十万人民币了 就因为我儿子考大学 说真的 我也是狠得心 下着心抛弃 说不要就不要 还好 我儿子也考了五百七十分 没让我失望 我这个付出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